Enter 好 这样的话呢 最后再把这一条线 跟这一条线 把它delete掉 所以先选它 按delete就可以了 再来就 文字F 那把其他的 文字F的部分 先 打开来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它打散 右键 这地方的话呢 如果你不做打散的话呢 它就没有办法去做 这个底色的调整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将文字涂层的F 设定为滤镜 漸层光运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呢 首先的话按右键 右键之后的话有个打散 打散一次 再打散一次 第二次 总要打散两次 接下来的话呢 在填充色彩的地方 找到这个最右边的 这个 这样就变彩色 接下来的话再按右键 然后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原件 转换成原件 这个地方按确定 这个地方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原件 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原件呢 去做一个所谓的滤镜 加上一个 这个叫做漸层光运 的一个 这个滤镜 加上一个滤镜 那再来的话呢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第三题 第四题的部分 要将这个文字 这个文字上面要做一个 把这个字稍微放到100 到这100 这边的话呢 我就先用一个椭圆 第二个的话呢 特别注意 笔画的颜色 这地方要用透明的 所以这边 我直接这个地方点一下 然后找到这个透明的 点一下 再来的话呢 这个形式的话 放射状 那这颜色呢 接下来选这一个 因为我们是要有这个效果 所以点一下 接下来的话 这个颜色部分呢 我要找 把它改成 白色的 这地方把它改成白色 改成放射状 好 这次把它 好 那再来的话 透明度把它改成0 改成0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 绘制的动作 画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好 然后 最后这里的话 稍微把它改一下颜色 好 那这边的话呢 记得把它改成ff 那这边